好久不给大家讲肥料了 又有处不说了 老花一你给我讲讲肥料 我可以给大家讲 就是老花一也卖肥料 也是个商人 我首先在这里声明一下 肥料这个东西呢 有很多的自伤税 老花一卖的这个 有的话有也会说我是自伤税 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呢 这个叫缓施肥 为什么老花一会卖缓施肥 为什么不卖复合肥 史丹地的复合肥两三块钱一斤 为什么你不卖 不是说我不卖 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不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烧花 不是说不好用 你像我是农民 我们是种地的 我们也会去用那种复合肥 因为它便宜 你像我们养花是绝对不敢用 因为它烧花 小云就是我们一个员工 生孩子现在请假还没来呢 去年就是给我弄死了 好几颗那个白金龟背 它上了复合肥上的特别多 知道吧 不能去用那个主要原因是 复合肥它有两个缺点 第一呢 它释放的太快 容易让花接受不了 第二呢 由于它释放的太快 一浇水它就漏出去了 你看我们这是苗床 我们不是潮吸灌溉 我们达不到回收再利用 你浇了以后 它就漏下去 漏下去就流失了 所以说你看的便宜 你像我们这个缓死肥呢 一百天用一次 对吧 还怎么用 就打开盖子 撒到土里面就行了 买不买都行 也可以半土 你想想这样的话 哪个便宜哪个贵 否则肥最多坚持一个月 它不能再多了 对吧 我们这个至少三个月起步 所以你再想想哪个贵 有话说人家便宜 对对对 你说的对好吧 这缓死肥 第二个呢 我们再给大家说 叫营养液 营养液呢 我们大朋友里面从来不用 那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这个东西 叫水溶肥 它兑水之后 它就是营养液 明白了吗 所以说我们不用 我们这一袋子一公斤的 我们搞活动的时候才30块钱 这个要是兑水的话 有话说 你就想吧 我们按得兑2000斤营养液 明白了吗 就这一小袋 30块钱 2000斤营养液 所以说我们也不用 第三个事呢 就沸沸 我们也不用 我们大棚里面是绝对不用沸沸的 为什么呢 一个是臭 生虫子 长卷 你别听脆牛逼说是怎么怎么做的 我跟你讲 任何一个卖粪的 它不会用到它自己大棚里面 它除非种蔬菜的会用 因为蔬菜的话 它基本上这一查 下去最多半年 它就换查了 它不考虑这个叶子好不好看 它只考虑这个果实好不好看 它卖的是果实 我们是考虑整个的花 所以这一片叶子都不允许 明白了吗 所以说我们也不用沸 你懂这个事就行 这个土壤活化宝 是什么东西 就这个东西 叫土壤活化剂 是吧 其实说白了换个名字 换个状态 你不论它怎么说吧 它就是菌肥 说的好听 可能叫矿源黄斧酸甲 加上什么枯草牙包杆菌 加一些个菌 说白了就是菌肥 它只是换了换载体 说白了换汤不换药 这个东西换个名字 就能多卖点钱 或者换个状态 给你融入水 多卖点钱 这一袋很便宜 我们棚里面用吗 不用 明白了吗 你们可以用吗 可以 有用吗 有 很有限 具体作用像啥呢 哪天打小日本了 让老华一也去 老华一去了有用吗 你不能说我没用 我有用 明白了吗 有用 懂了吧 还有一个就反肥水 类似于一些功能性的 你像 你们买到的一些 氨基酸水融肥 有人话说 老华一你这个算吗 我这个里边含有氨基酸 但不算是氨基酸水融肥 它这个 我们这个 主要是针对的什么呢 花友们养的一些个 典型的南方型的 喜酸型花卉 这个也算是一种功能型的吧 因为它是发酵的产物 没办法做成固态的 就像咱们吃的酱油啊 白酒啊 就是有点像那种道理 它是一个发酵产物嘛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这个 当然了 通常也会有一些 个比较优秀的产品 咱们不能诋毁人家啊 有的做的像我这个颜色一样 黑黑的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这个叫翻飞飞 这个是花友寄给我的贵花酒 这个不是 还有一种呢 就是零酸二星甲 零酸二星甲 你记住啊 它是肥王 谁都取代不了 但是除了假货多 没别的毛病 好用绝对好用 你放心就行了 只要你买到真的 它绝对有用 懂了吗 这个谁都取代不了 所以你看老华一卖的产品 就是肥料就在几种 也是市场上的刚需 也是华尔民的刚需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 花里胡哨的 割韭菜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就这样 肥料就这样 有的话说怎么用 跟人一样 人一天三顿 植物一个月三顿 让你怎么用 后面都有说明书 没必要跟你讲怎么用 还有一个什么时候用 这个植物休眠了 它是绝对不用肥的 明白了吗 就给人睡觉了 它绝对不吃饭 还睡着也吃那猪 别那么傻 觉得不错 就点个关注起来 不是罗华一 养花最转一 白了车磅 嗨 嘿嘿